5月疫情三级警戒后 台北市经历万华阿宫店 北农 缓南市场等疫情大爆发 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抗疫 10号终于迎来嘉陵 副市长黄珊珊在脸书兴奋表示 看来下午疫调会议得跳舞了 我们在12个健康中心 还有疾管科 还有我们联合医院的同仁 每天在我办公室 我们每天下午4点半都有一个 每天长达两个小时的meeting 我们每一个个案 研究 然后有专案 我们就去扑灭 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做 所以今天清零我很开心的 是因为我答应他们说 如果有一天的个案数字是零的话 就跳舞给他们看 所以主要是要帮我们这些同仁打气 我们也希望说高兴一天就好 明天可能还有更多的个案 我们还是一样 不忘初衷 每一天把每个个案看顾好 黄珊珊表示 从疫情高峰到清零 大约历经一个月 达标速度不能说快或是慢 市府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确实匡列每个个案 也感谢市民配合防疫 第一次看到一个零 当然大家会比较兴奋 可是真的只要高兴一天 因为现在我觉得社区 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隐性传染链 那最关键当然还是市民的配合 我觉得如果没有市民配合在生活上面 三级管制 然后忍受这些不方便 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件事 那当然从我们从北农 从环南 还有后来的特殊交友圈的这些 很大量的爆量的这样的数字来看 当时我们做了非常多的 不同的策略 那当然市长所提出来的 疫苗唯独策略 的确是在这种大型的 群聚式的感染中间 发生了效用 终于迎来嘉宁 黄珊珊表示 开心一天就好 而不少民众也在脸书留言 感谢市府团队 也希望每天都能看到黄珊珊跳舞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并没有其他人都能看到黄珊珊